If you wanna run away with me I know I'm galaxy and I can take you on a ride I had a premonition that we fell into a rhythm Where the music don't stop for life Later in the sky Later in my eyes Let it slowly lie If you're feeling like you need a little bit of company You met me at the perfect time 本主,今天我们去看看巴黎最美的神大地铁站吧 巴黎地铁历史悠久 于1900年正式开通 现在有16条主线和两条支线 共计经400座车站和62个交汇站 连克流量达15亿人次 新罗密布的地铁站和穿梭交织的线路 在地底深处编织着另一种平行世界 就和他们父母的巴黎人一样 风格迥异 啊 内卷都卷到地铁圈了 连地铁站都逃不过层次之选吗 来不及解释了 看管老爷们快上车吧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李昂火车站是一个大型中转车站 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奶酪般鲜艳的黄色铁柱结构建筑 还装饰有复古的金属甲板 及肤设计感 忍不住要怀疑 难道是闯入了小华人的秘密基地 巴士抵御在法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攻占巴士抵御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这一战则借用站台上精美的壁画 向人们展示法国大革命艰难而光辉的历程 传递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 不过在时过境迁之后 这儿已经褪去了纷争和嘈杂 有的只是明媚的阳光照在水晶般头亮的玻璃窗上 和春风的呢喃 如果忽略过往的列车 那这里就是卢浮宫的延伸 连墙壁颜色都跟卢浮宫是一样的 经过这里的乘客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墙上陈列着许多古代雕塑的复制品 文艺复兴式的装潢 大理石的墙壁 黑色座椅 干净且整洁 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优雅 然而我等俗人 又是要打马了 哈哈哈哈 应该没有比这更适合阅读的地铁站 考试教室如果也是这样设计的就好啦 这是比利时级的设计师François Sachin 在1911年留下的公共艺术作品 映着蓝色字母 标点符号与数字 内容是世界人权宣言 这是联合国于1948年在巴黎通过的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力的文献 非常具有时代意义 这站位于寸土寸金的湘系立社是巴黎最干净的地铁站也是美女最多的一站 全挂着的是几何图案的灯箱 还有金属箱板的占名 顶上贴着香槟色的瓷砖 颇具典雅复古风味 空气中流动着宜人的香水味 设计感极强的照明灯给人感觉仿佛是走进了一家高档酒吧 我们来到了巴黎歌剧院站 稍谈眼便能看见小小的表演艺术家们有交响乐团呀 加我一个可以吗 还有道具组提着道具来救场 原本枯燥匆忙的赶车途中 还有如此精彩的实情盛宴 真是不容错过 再一看可有打光师 摄影师 造型师在一旁有条不紊地配合着 还有的在白墙上舞动着轻盈的身姿 看有的人在台下用心排练呢 而有的人却只会傻笑 走入地下 一排排路灯向远方延伸 微亮的灯光和工业风的楼梯 惊悚压抑的气氛 配上铁器碰撞发出的回声 真的很容易下来人灵魂出逃 仿佛下一秒就有僵尸出现 忽然拖住我的精华火腿 其实也不用紧张了 这里二战时机被用于逃跑撤离 一出去就是巴黎警察局和法院 诶 不是说不怕吗 你怎么先走一步 索邦大学是巴黎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 以此命名的地铁站也带着浓厚的文化气息 拱顶上刻着索邦大学著名校友的签名 1988年先锋画家圣贝桑选择用马赛克作为站台穹顶装饰 马赛克带来梦幻的视觉效果 是本站别区一格 散发拉丁区文人遗孕 如今看起来典雅复古的造型 在当时可是前卫的不得了呢 这一站是巴黎国立工艺博物馆 一九九四年为了纪念工艺博物馆建成两百周年 巴黎地铁公司决定将这一站台设计成小说《海底两万里》中 鹦鹉罗号前提内部的样子 每当从车厢出来就像是穿越到了异次元 像我这样的重度科幻迷爱好者甚是满足 6号线自如地穿梭在塞纳河上 经过艾菲尔铁塔 静可观 闭波荡漾的塞纳春水 远可见云中暮女婷婷玉丽 智尔可以意读巴黎美景 尤其是夜晚更加璀璨夺目 真因如此 智尔也被誉为巴黎最美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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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巴黎人已经看惯了铁塔 在那和湘西立射的明红灯光与光星亮丽 巴黎地下铁却更像是一个真实的巴黎 智尔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群 三教九柔在这里欣扰或寒暄或争论或温情或疲倦 这里藏屋纳垢却也明夜鲜活 巴黎地下铁更像是真实的巴黎 走进地铁不禁思考 巴黎究竟是罗曼蒂克的天堂 还是真实的人间烟火 每天这里都在上演着属于每个人 却又被每个人忽略的故事